近期楼市回调,不少买家趁势数便宜货,鑽石山星河明居却出现已低市价半成楼货的换楼客,最终因资金调动问题而选择撻定,不但令尋补梦税,更损失订今年代理佣金共50万元,而该业主将单位重新放售,叫价型交期购入价低10万元或0.9%。 据代理称,上述星河明居D座低层五室塔订户,实用面积593方尺,三房间价,最初叫价1,150万元,本月初获半楼客以1,000万元承接,尺价16,863元,造价平市价5%外,相比原业主2018年买入价1,070万元扣入, 也低70万元或6.5%。据了解,上述交易刚以终止,主因买家家有事,资金调动出现问题被逼要达定, 计及以支付楼价3%订金及双边代理佣计,合共损失50万元。 而上指目前重新以1,060万元放售。 相较撻订前的业主叫价大幅调低90万元或7.8%, 即使一口价逆搜。 业主账面亦将选搜10万元或0.9%。 代理补充,业主减价求售,主要知道喊得高都买不到,不如面对现实贴士放售。 山隐号,美联物业分行营业经理黎智荣表示,撇除上述撻订户, 星河明居本月站六两宗成交,较上月同期小一宗, 包括与上述撻订户属同坐的低层一室三房户。 面积相同,以1065万元逆手,尺价17959元。 原业主2010年以493万元买入,账面赚572万元或1,2倍。 另外,红磡都会牵罕陆选搜交易。 代理透露,一座高层两室一房户, 实用面积465方尺,仅以908万元转手,尺价19527元。 原业主2018年施资878万元购入,账面赚30万元或3.4%, 计及洗费却选手约20.8万元。 将军澳日出康城首都楼价却逆市创新高, 香港置业首席分区董事刘浩勤雪, 六座高层阿B室, 实用面积681方尺三房户, 以1020万元沽出, 售价属屋苑同类户最贵, 并教员业主2013年买入价575万元, 账445万元或77.4%, 尺价14978元,